再来看一下黄蒙人 他说他会在买的食属里面装煤 他肥料没漏一包的这个绿化质一分底 他把500公斤 尤其这个肥料这样有效 这个我是建议说 这个质肥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他一开始你就把这个东西下去 所以一般来说你尤其这个肥料来用 尤其说你这个黄蒙你真正都没做东西 黄蒙其实他很清晰的 在我们温室里面尤其说你真正都没做什么 那不一般来说 并说你如果是真正有做这个小番茄 刚收拾现在要做黄蒙 假设如果是这样我是建议说 吃也不要再放了 什么肥都先都不要放了 就放尤其一肥料就好了 那正经如果要放的话是要放这个四十三 这种的还是说放四盒都可以 我是建议四十三 不要四盒 尤其说这两项让我推荐 我会建议四十三 我是个人还是一人说最好是不要再放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黄蒙 他行动的速度很近 我们头部其实都要还有肥 你现在又放肥下去 衣西纸的肥油管站起来他洗脏 他就行动的比较好 所以我个人还是因为说 最后就是有机质 尤其真的 你尽量可以放一些 胖胖的 改处理的处理 如果说这样来做 就很OK了 不要再放这个绿化夹 做一个肥底 那么蒸下去后 蒸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他刚出来的时候 1 2 3 4 5 6 7 8 这几片肥油管站的表现是怎样 那时候 如果是沾比较高 我们可以下四盒进去调整 你如果是说 他那个沾比较高 我们可以下五盒进去调整 甚至一盒 一般是五盒 就已经都很够了 所以大概是这样处理 甚至呢 可以用四盒八盒 进去形状做一个全面性的補充 它长就很随时的一个行动 因为有的人说 那真的就是 你短到有凋割 这个长呢 因为过后有一个特性 这个小长的时候 不可以太短 但是呢 不可以晃 你比较短小 其实要不太要紧 你如果给它很晃 很危险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所以一般来说 在政贵通常都会希望 让它这样索射索射索射 不用很行 等到它会开花 有凋割 那时候 凋割了 那时候 可以让它应用 它在大 它主人 那时候需要费料 会更多一層層 因为肚子底其实是有 肚子底是有 不是肚子底没有 所以这个 绿法者放在肚子底 肚子底是不说 不说很建议 并说 你应 你如果是 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并说 有的人说 我这个比较短小的土 所以我用这个 红架铁下去 它的红架铁 就在肚子底会比较爽 因为这绿里脂的这个管理 但是在设施里面 你红架铁打底的时候 它的 这个绿里脂是 比较白白白白出去 但那是在稍微 你绿里脂 流更多也没关系 那一層好 它就流掉了 在设施里面 要流出力较少 所以 它在肚子底也 吃不到很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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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 利息的 贡献很大 意思就是说 减分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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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暖人的时候 做法就比较不容易吸收肥分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这些 这个 德利是在这 所以这个有好朋友了解 我还想要表达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说 為什麼不需要去用這個綠化解 不是說這個吃肥不重要 不是說這個東西沒有要緊 這不是這個意思 最主要就是說 他在設斬的時候 可以正常做這個行動 這個大概就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所有提前朋友 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所以說如果是可以 比如說時間浪費 可以讓他去打 去曬一直曬 曬得很乾 越乾越好 越搭越好 因為你沒有時間可以好堵水 沒有水可以好堵 當然有時間有可以堵水 你就是堵水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但沒辦法堵水你就用砰 反正就是兩個極端 這要做什麼就是讓那個現重 稍微睡一下 把它砰好去消眠 我們現在有肌肥下去 開始增 我們精神的時候 我們肌肥大起來 比較大腸 那時候就比較沒什麼要緊 這當然是這個倒立 這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麼這個綠化甲 我是不建議 不建議說 又繼續放下去 你要了解 不然想要表達一個意思 好